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开鲁县 这个有关的于清 开鲁县前面说是有关干部阻止农民 这个村庚 但我们也说了这农民可不是一般的农民 那个一年赚好几百万的农民 然后呢跟湘贤 你看湘贤显得极其的幼稚和出炉 然后呢你那个开鲁县好像也做了通报 而且开鲁县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 人家他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耕地多出来什么 是国土三调和国土二调发现的 也就是说国家上边发现的 而发现的这事呢原来是草地 然后啊变成了耕地 对吧好像是说农民村庚 其实根本不是农民村庚 我们换一个话说 这个应该叫什么 叫做回草开荒 对于这个中国呢原来这个为了生态啊 一直搞的什么是退耕还林退耕还木 就是说在内蒙古这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退耕以后还原成草地 然后呢让你这个放牧 所以他原来说的它是养牛啊 它是放牧回草开荒对吧 然后呢你从村集体的这个土地 你收取的呃所谓的这个新增耕地的 这个补偿费什么的 这费收费归谁 门路是谁 你是税还是什么的 你又不是税对吧 你是费的话呢 是土地市场税 那土地所有者 所有者是村啊 其实这个乡前有动力的 能收钱你知道吧 为什么说乡前演双簧啊 但实际上呢 国家对这种回草开荒啊 呃是非常禁止的 我们也可以看呢 其实早有文件啊 呃就呀 2022年年底的人民日报 就是五部门发文 巩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成果 呃对两轮退耕还林还草的 1.5亿农民要巩固啊 就是这个发布的呢 是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呃获悉的 呃由啊 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草局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是联合印发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啊 这个森林啊 草原啊 都是要保护的 不是说你随便能开荒的 这原来是草地 你也说给开了耕地 变成新耕地 他以前的不是耕地 对吧 所以这个开荒啊 呃这个权力呢 既不是在他的村委会 也不是在开鲁县的县委会 而且这一说这个回草开荒干什么的 我们就要说说这个开鲁县所在的位置了 开鲁县在属于通辽 呃过去呢 通辽叫克尔庆 呃这个地方呢 而且开鲁县的位置属于什么呢 是西辽河的呃 呃冲击平原腹地 呃非常重要 他为什么说他这是种玉米 他说的很清楚是水胶地种玉米啊 他要用大量的水的 你这个回草开荒 水土流失啊 而且包括呢 他用大量的水 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呢 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 因为你这个开鲁县啊 他本身呢 他这个到底 在几省之间的位置很微妙 你像在那个解放前呢 他曾经有辽北省 他属于辽北省过 后来呢 他属于过吉林省 他也属于过呢 以前的热河省 你就知道 他是这个几省交界啊 几省的一些重叠范围 而且他是辽河流域重要的支流的西辽河的状态 而西辽河是个什么状态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来自网络的下面的视频 介绍西辽河这个断流和水土流失的情况 西辽河是辽河的最大支流 曾经孕育出了诸如红山文化 以及夏家殿下层文化等 富有生机 极具创造力的优秀文化 是我国古代北方文化的重要测源地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北方文化起到重要作用的河流 却在实际推积的过程中 河窗不断缩小 最终从一片13.6万平方公里的流域 变成了现如今的万亩荒漠 面对已经断流了20多年的西辽河 又该如何治理呢 在发展的过程中 西辽河又是经历了什么 才会造成现如今的断流局面 难道真的要指望隐松寄疗了吗 我们看了这些视频就知道了 这西辽河啊 断流25年 20几年了 对于西辽河的保护呢 其实啊 前边国家和自治区啊 就早有规定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呢 有关规定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啊 有关的规定呢 我们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客户端 是去年五月份发布的 里头写的是什么 标题就是 十条硬措施 为内蒙古西辽河流域 恢复健康保驾护航 你看这些护航的流域啊 这些措施都有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 里头对于农业用水 以及呢 这些灌溉呢 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就是说你那个 包括农田水利 要晾水而行的水利的使用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再注意一下 这个新增的四五千亩 全是水胶地来种 你要知道 他这个用水 虽然说有可能 他不直接引河水 他打地下水 但是他的地下水 也是啊 对于当地的地下水 为下降和漏斗 都有影响 所以他的这个水的下降 直接是影响到什么 是整个的生态 因为这个辽河的话呢 你在上游 你不要这个网友说 你看上游 你这个他多种了地 多产了粮食 你这个你上游 你多产粮食用了水 下边的话呢 他断流 下边很多粮田的话呢 想用水就浇不上了 是这个概念 你多抽走的水 他就这边的 他那个辽河的时候 他会多补 对吧 他的水流住的时候 他会多渗入到地下 别看你抽的是地下水 他都是地下是连着的 知道吧 他在那个西辽河的冲击平原上 所以呢 你这时候呢 把原来的草原开垦成田 然后呢 你要抽这个水 同时呢 雨季的时候呢 还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水土流失 他会把这个田里的泥沙 再冲到河里头去 所以这个事啊 这个生态保护 这不是说这个草地 都能开成良田的 对吧 我们一直在讲 为什么要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 国家有规定 而且所以国家看到了这个事 但是这个事呢 对于地方来讲 可是好事啊 你对于这个村 多开上良田 多收钱 对吧 你对于这个县 你多开上良田 也多收钱啊 但是你这个县多收了 你的下游可就要倒霉了 尤其是这个 这边是属于内蒙 在下游呢 你看嘛 就吉林啊 辽宁啊 什么的 对吧 而且这个辽河的缺水 不光是造成的 是农业灌干用水 它的工业用水 和它的饮用水 有些城市的饮用水 都是有很大问题 所以这时候你要明白 他在这时候开墾田 是什么样的代价 对吧 他是为了一个部门利益 所以我说呢 他演双簧 他这个双簧演起来 可有意义了 你知道吧 这个湘贤演的 好像什么都不懂法 很粗暴 那个干什么的 这个渔情可拉风了 拉风完了以后呢 把这事变成一个 好像是在当地诉讼 诉讼了 他就可以中了 本来是什么 是国家的话 这是你那个回草开荒 国家人来禁止的 那个镇委书记啊 那个村长啊 都是应该来支持 就是你不让中 而且是交钱也不行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处理方式 变成他们县 交个钱就行了 对吧 怎么怎么着 他实际上是什么 是逼着这个国家 和有关层面 去认定这件事 你这样子的新增耕地 你是否符合 国家的有关规定啊 你这开荒 你这开荒回草 你这个是否得到了批准 怎么就要说这个事 我们现在讲的什么 占卜平衡 你这边开了荒 那边得种多少地 现在呢 大家关心的很多 叫什么 毁林开荒 其实呢 在嫩蒙古这些地方啊 回草开荒 也有很大问题 你这回草开荒 草原的土层是很薄的 你把那个很薄的土层呢 水土流失掉以后 就变成沙漠 所以这个草原 不是你随便能回草 开荒的 你不是说你觉得 不错 我就能开个荒 就能种粮食 你这个承包的话 就承包个三十年 你把这种完了之后 这剩下的话呢 草原被毁了 变成沙漠了 谁管 对吧 而且呢 你这边占了大量的水 做水交地 那么下游的用水就要减少 对吧 下游的灌溉就要减少 对吧 你这个稀疗和流域的 这个水是怎么办的 水离部门批了吗 这都是啊 开鲁县一个县搞不定的 所以他要什么呢 借着舆情 这个县域 香咸 资本 以及和三农 学法 凑在一起 那有很大的利益 他是什么呢 他是通过这种啊 政策红利 就是说我能在这 本来不应该能开荒的地方 我来开荒 所以他要演一出双簧 我们说他演双簧嘛 这个利益大得很 你那个对于村长来讲 挨个处分干什么的 没关系啊 而且他只要能种了 那下边能种的可不止他一家 有好多群众 人家说了吗 群众不满意 群众那什么 给多少人开呢 那村里头还多少草原能开呢 你只要他的恶力一开 那么多少个草原呢 都会被离起来种玉米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最近玉米涨价了 种一亩一米要赚多少钱 你要是说拿着草地 你养牛 你才挣几个钱 对吧 一般来说呢 农业和牧业的产出啊 250倍 这么样的差别啊 所以他那个 4块钱一亩和1000块钱一亩 是这样的差别 所以呢 当然利益极其巨大了 对吧 农业和牧业 没法比的 但是呢 你这边 你把植被毁了 那么你农业种上几年 然后很快的话呢 他的草没了 环境变坏了 你的那个代价是极其巨大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啊 咱们要更深刻的看一下 好多事情啊 不要被舆情绑架 他地方呢 有地方的政策 这事我们是要看到什么 真正我们关心的什么 是全中国全民族的利益 所以在这个西辽河这个地方 那对于环境 对于生态 你该怎么考虑 这已经地下水位严重下降 断流多少 然后对于下游又 那什么 你这边呢 有大量的要开垦 土地很薄的草原 然后要大量的占水 你要知道 他说改良盐碱地啊 我跟你讲 改良盐碱地是最占水的 因为他要用水 把那个盐碱冲走 知道吧 他那个要占大量的水 对于整个下游 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就是要综合评估的 他这个这么样子 一个范围的开荒 环境评价报告在哪呢 环平在哪呢 你这个县 开垦这么多的草原 环平在哪呢 你现在是在干嘛呢 你这个回草开荒 是做什么呢 把这些啊 都看一看 就明白 现在啊 他们这些人绑架 渔情 在干什么 那些三农黑嘴 这时候不讲有机农业了啊 也不讲生态了 也不讲青山绿水了 你就要明白 这个三农黑嘴啊 这有时候双重标准 是很多的 明白吧 然后呢 这下乡资本 就变成农民了 对于下乡资本 这些人 一下赚好几百万的 你不该交点税吗 好多时候 一说税 你看 就有好多人 跳起来了 把这些事啊 都看一看 大家就会明白很多 而且你只要是我跟你讲 盯着他们一交税 那么这里头的情况 数据国家就知道了 知道吧 我说对农民要补贴 农民真的收入低的要补贴 你收入几百万的 占多少几千亩的 这些农业资本 那有些时候是要限制的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 感谢 好